整個黨已經拖下去了 現在你還把女性也賠上去了 早在記者會前 國民黨立委許許花就氣得在臉書上 以個人名義怒罵民進黨立委邱瑩 在LINE上面的發言 沒有最蠢只有更蠢 因為他真的不相信 這種歧視女性的言論 是出自一位女性立委的口中 其實邱瑩爭議言行不止這一樁 最出名的莫過於這一叫 03年邱瑩不滿防部 將前總統陳水扁移送台中陪的醫院 直接到防部踢館 而且還真的踢破了前保部長 曾有夫的辦公室大門 而在文會質詢 對待立院同僚同樣不手軟 09年李清華不滿邱瑩 在台下干擾他質詢 雙方一言不格 邱瑩直接軌進一巴掌 動作片之外 口角衝突也沒少過 為了護膚還槓上 網友不滿客會主委 利用得遭警方盤查 即使網友認為警察依法行使職權 邱瑩還是在臉書反擊 批評酸民很辛苦 更標示狀況為被逗樂了 真言行不斷 這回不只激怒對手 裴瑩說散佈不實言論 恐怕還得擔上行責 記得綜合報導